盆腔炎有哪两个症状 而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能够用这个两个症状来概括的 就是说盆腔炎它可以有不同的症状 那我给大家呢通过分成两类来讲 一类呢是急性盆腔炎 急性盆腔炎呢往往伴有发热 全身的不适腐痛等等这些症状 有的时候呢腐痛还比较严重 还有的人呢伴有这个阴道分泌物增加 那么这种急性盆腔炎呢 严重的人还有高热寒战等等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切眼眼的话呢 它可能会变成慢性的盆腔炎 这个慢性的盆腔炎呢 它的症状呢就相对的隐蔽了 有的人呢是不规律的隐性的下腐疼痛 他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发热的现象了 他的下腐疼痛啊 脆胀啊等等啊 它也不是说特别明显的 通常是在劳累或者是同房以后呢 就症状明显 那么还有的一种慢性的盆腔炎呢 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比如输卵管疾液盆腔疾浓盆腔包块等等 那么这个呢往往也是在急性期没有得到治疗 然后牵延成慢性所形成的结果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盆腔有包块了 有疏软管疾液了 那么它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不怀悦 或者是长期的腐疼 或者呢这个包块我们不能鉴别 它是良性还是恶性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往往需要手术来解决 主要就是这两大类吧 zero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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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